要讲讲国际了 讲国际就是讲中国而已 辽宁号第一只 第二只呢 你首先先看看 现在讲军事 我都是有点水准的这方面 那现在到第三只了 美国是十一只 你知道它其实是一级一级的 现在叫做尼米兹级 其实它是核动力 核动力那级 如果说常规动力 即不是用核动力 最后那只叫做小英号 都已经几十年了 不用 那常规和核动力的分别在哪呢 当然power大很多 首先有些事情这几天很多人讲的 甚至包括那些叫做 讲军事啦 其实有些谋误的 有些地方 大家听完我讲的 你会知道多一点点啦 有些事情是假假的 有些事情是为了拆它而讲的 首先讲个名字 名字比较坏 叫做福建 福建 福建书 福建号 我们刚才讲过 精华是没有的 即是我们有句潮流的 福建大学的 高登那里讲的 即是Fucking you 改了叫做Fucking了 因为它对着台湾 好像阿气给他一些压力那样 其实有个说法 叫他直接改名叫做台湾号 其实这样更好 如果不然台湾自己弄一只台湾号的轻型航母又怎样 轻型航母是什么意思呢 装到飞机就是了 航母是多少只的 那就问了 这只3号 这只Fucking号呢 福建号呢 这个福建号 它可以说是670架的 飞机 战机 那美国现在的福建号是80架的 但是满载呢 它现在那个尼米茲级 即是现在在用的那些 最重要的那批核动力航母呢 它六七十架 满载的时候 摆在面上 摆在船舱 那那个作用是什么呢 当然是战斗力强 这只航母里面 首先有个核子动力的东西在那里 那如果没有呢 航母里面就装了一万吨油在那里 八千吨 但是呢 逢是常规动力都是装那么多油的了 那就是你六七万呢 其实有一万是油 那还有一万是一两万是那些武器嘛 要是飞机 飞机要用油的嘛 就是你放六七十架战机 当它不停飞飞飞飞飞飞 这个补给船未必 即是拿过来 你就在航母上就要做了嘛 将航母上的航母 Então它不止只是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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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ui 最近才拍一拍给你看 哇 美国那些武器很厉害 他打几天 打几个月都打不完 基本上是他库存的武器 可见那支航空母航是多重要的 在作战中心来说 所有飞机上的武器都是在航空母航那里 有 如果要的话 没有的话就有个核子动力的反应楼在那里 但是应该省很多位和重量 所以他又是擠得更多战斗性的东西 人缘 这支福建号又怎样呢 除了名字有些差之外 你说能不能吓到台湾呢 他现在说 大家听这几天 他说是电池弹射嘛 电池弹射就是弹出去 相对滑翔升起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事 你看美国那些航空母航弹出去 他是快得很紧要的 他用蒸气 蒸气已经去到一分钟一隻了 快得可以这样 很少训练好 但是他打仗的时候真的做到的 真的做到的 也都试过是这样的 那你见了 蓬蓬升起飞 接着换弹再起飞 那你那支航母洗禁 你的国家直接在摧毁了你 一个普通中小型国家 就被他一只航母打残 打残那样的 那可见他的战斗力是挺惊人的 当然他这么大 如果他就算是不做这个军事用途 他去撤桥 那你几万人走上去航母都可以 很有用的 所以航空母航这件事 但是问题 这支北京 北京wall ship 做不做到呢 有几样东西的 首先是吨位 吨位是9 但都不是很厉害的 他说是7万还是8万吨 伊莉莎白都好像是6万到7万吨 英国那只 那又是常规动力 起码我们重过英国佬那只 伊莉莎白 吕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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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问你一件事 是不是刚刚回去的 去年 走了大半年 在英国一直来亚洲 经过不进台湾 旁边过去日本 远途跟他们做军演 然后就访问很多国家 直接是孙良国威的 这是什么 伊莉莎白 有没有坏道 没有 走过大半年 回到英国 伊莉莎白都在维修中了 但你只是看那只华尔链 现在正在维修中了 苏联没有河 没有那样 尼联号三天五天就不见了 又回到山东号更有趣 究竟有几个河在外面走 回到三亚那里 它的基地 长年在维修 而山东号还是模特尼联号 已经有个板做了 现在这只是重新自己设计的 这样 当然了 很多人就踩中国的技术 科技 尤其是不公共同胜党 我会这么看 过了几十年 如果火箭就上到太空 弄了太空站 这些是不得了的 射到东西上月球 探月车走到 这些都是一定程度 你抄好 偷好技术 还是自己研发 他就做到了 这些 航母做不到就做给你看 做了的了 但是整千个科技你有 或者人才都有 等不等你做到一只好像美国这么打的航母呢 绝对是两回事 因为人家是在实战里面成长 然后改良设计 那些东西是不告诉你 当然你可以摸索 我又经历这些情况 大家知不知道美国的军人死在训练是多于死在战场 握飞机那些也是的 因为他打过很少的 即是长年打了战争 但是他在战争死人不多的 但是他平时训练呢 就是说他的训练是很强很认真 但是中国呢 就算你肯推些人去死 加军军不怕死 你耗不起那种整天要飞军机等等 还有他的时数比你多一倍的 训练的时数 两三千小时才叫合格 不止他 苏联的战机飞不了那么多 飞不了那么多 如果你用同一个标准呢 那就惨了 成本又大 现在很明显老共的东西就是人有我有的 当然了 你不是要好好训练 你才打得赢台湾那些 多就多了 两架薄力一架 三架薄力一架 一定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正常一架对一架呢 台湾那些空军 就是那个飞行的训练呢 美式 时数 要求的标准 战机的优越性 那你都不够的 但是没有的 多 是不是 不怕死 苏联式的军事哲学就是这样 也都不要看清他这件事 不至于完全 所以他有没有能力一定打台湾呢 有时候打不打得起那样的意思 你连饭都不吃 你可能工程都行楼 那意思而已 我说不行的 那呢 差什么来的呢 电磁弹射就有很多人说他老吹的 那因为美国到福达号才正式用电磁弹射 那别人不想吗 对不对 那就好了 也有个说法 他说烧很多电的 那这个是错的 电磁弹射是个技术来的 就不是烧很多电 所以他用常规电力是可以的 是充电的问题 那瞬间爆出来的 那你那些储电那些做不做到呢 假设你解决那些技术问题呢 美国都是这样而已 所以不一定是要用核武核子动力 你才有能力做电磁弹射的 你知道轮船全部用蒸气的嘛 那些发动机的 为什么不用电机啊 家里那里 工厂那些就用电的摩托 不用烧蒸气 火车都用了电的了 对不对 为什么以前用蒸气呢 因为蒸气的机械设计已经过了百年 其实很可靠 一样东西你做了一百年 你做电线煲了 那个电线煲 就是好像人那样 你摸熟了那样东西 就是等于你的电脑 你摸熟了那个软件 你真的快手快靓正 你不想那么轻易改变它 改变是对的 电脑越做越新 越做越复杂 现在都是了 迫着都要更新 如果不用更新的 我都不需要的 不需要 你就不想这么多事了 是吧 你要适应 但是你要适应了是好的 但问题就是 适应过程是要有过程 现在的问题就是 究竟你的所谓电池弹射 行不行呢 没见它弹过给我们看 它说美国佬一直弹给你看 而且它是弹 那只福特号弹下弯下弯下弯 又回到处了 直到它出来 现在走了大半年 那只能知道它有很能力 你这个流量去 使去欧洲给你看 你中途乱了 也回不了 好预的 所以它一次次都是去南海 或者去台湾那边 然后再显示威力 快点收回来 很矜贵 其实你说你搞常规你还不是搞得好 说跳起飞如果你做得好都不失一种简单快战 但是慢很多你知道这样起五分钟起到一架你已经很厉害了 美国那些精气弹射已经到一分钟 电磁弹射一分钟之内了 什么概念呢 一个钟头之内所有战机飞了上天 打我可以承认了 要不然等半个钟头你飞得五架还是六架上来 你输了不但你没有能力防御 不要攻击人防御航空航也没有能力 所以那个弹射器很重要 但是这种不道理 它不搞精气弹射 一搞搞电视弹射 科技它超弯 我可以欣赏你的精神 但是行不行? 我奇怪是行不行 我不能够说它不行的 因为三十年后一定可以 从美国开始 有些人比美国天气弹超新速武器最近就弄了 飞弹 它真的射了给你看 你不要再说它不行的 不能说它不行的 我射给你看 转弹弯的 只要放核弹上去 你就没法挡到它 这个真的很厉害 一个升了level 但是这个不是很厉害的 你人造卫星都做到了 但是你从试开始 你试到没有? 电磁弹射你试到没有? 我说没有 很简单 试到实试给你看 大家不断吹 放了烟花 哇 找些小红粉出来 我们多花费 超英改美了 美国人搞了十 为什么你不搞呢? 美国人用电去做动力是搞了的了 有些驱逐艦是这样的 等于它用核电 用核能去开战艦 苏联也有 美国好像没有的 没有核动力的 航空母船就全部了 核动力的驱逐艦没有 苏联有两只 两只 莫斯科雄不是 但是它有核动力 就是有核子反应楼在上高 潜艇就很多用了 其实潜艇是小很多的嘛 其实那个核 老共都做到了 搬上去的核 航空母船上就可以了 法国就是这样了 法国已经做到的核反应楼在潜艇那里 用得很好 但是因为力量不够嘛 拿两只 放在戴哥洛号 结果戴哥洛号现在那只航空母船已经轻型了 还比用柴油蒸汽的东西 就是怎样柴油 可见这些技术的东西呢 你要明白 法国的技术也好 英国的技术也好 它做完 全部就是模仪块 几十家工厂整个英国这样夹起来 如果他们做了支利三白之后都要出来不要一段时间 脐了 流水相运回去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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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就等于我们用软件的 都是有一个过程 你才叫做熟 然后生巧 然后形成了那个能力 有信心 那这个是过程的 还要死上一人 训练那里 老共这些事全部都没有 现在就三步 人家走過五步的東西 他兩步就跳過去 然後我就說 我有了 表面上是跟別人同級 這些是面子 習近平就是這樣 喜歡表面風光的東西 我不會觸言他快點搞定 因為你窮被木武幹什麼 你就是整隻藍都有政治考慮 堆住台灣 叫福建路 那又如何呢 對不對 你真的打台灣你根本就不會用可武藍 他的理論也是 我的航空母艦用來阻礙美國的航空母艦來 這樣我就可以順利拿台灣了 這麼簡單嗎 美國的航空母艦要來 你和它對決 多數是隔五戰爭的 你能阻礙它嗎 好了 它不用航空母艦來 它還有N這麼多方法 讓那個核子舔不舔來 你來了你都不知道 它可以擠幾百飛 巡航飛彈 你所有軍事目標給它打爛了 一隻核潛艦來就搞定 還有它就在菲律賓飛過去 在日本飛過去 那裡它有基地的嘛 如果它協防台灣 用不需要用可武艦 所以你來來去 航空母艦有什麼用的呢 南水海軍 你看大陸那些片 其實它就是歪意的意思 實用程度是沒有的 但是就很浪費錢 浪費錢是有的 反正都應不到窮人的了 但是究竟是不是等於不行呢 沒有電呢 那我不會這麼假設的 我只要在等它飛給我們看一下 彈給我們看一下 形成戰鬥力 這些人騙不了人 我就不算專家了 我都算是軍迷的專家 標準軍迷 很多軍迷的水平很高 很多軍事的人 看到來的 可以不可以的 我都是聽他們的複述已經知多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 這樣算不算是一個值得高的事情 不值得的 就是你炫耀軍事的實力 而且你迷信軍事 可以解決現代世界的所有事情 甚至統一中國這些事情 都是靠軍事 歷史上就是 今天不是 今天靠什麼呢 智慧 好 夠了鐘了 是不是 九點了 好 剛剛夠鐘一個鐘頭 完了好嗎